以往深圳福田 华强北等港人热门消费点 不少店铺已经结业 但同一时间 深圳也开了多个商场和景点 港人去到有什么好玩呢 深圳多个口岸附近的商圈 通关之后的市道有没有回升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这里是深圳西保安区 一个新开的园区 现时是当地热门的打卡地点 而这里就是深圳北龙华区 一个新开张的商场 现时是全深圳最大的商场 深圳在这三年疫情期间 有很多新变化 距离关口比较远 以往比较少港人去的地区 现在都热闹起来 记者谢月情带我们看一下 全职YouTuber西多士 在香港土生土长 主力拍片介绍内地的新景点 这一日他来到位于深圳北龙华区 一个新开张的室内马术馆 做资料搜集 教练先帮他上马 在训练场里面教他一些基本剧術 从马的左前方 左前方 然后左脚先 左脚先 靠在里面 然后右脚靠过去 对 放松你的腰背 那他在往左前摇放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用左腿去轻轻地往下 压一下他的节奏 他今次都是第一次体验骑马 打算之后再来正式拍片 我初初都以为会很危险的 但其实上到马背上 都觉得其实这只马是比较温顺的 站起来都是很平满 完全都不会怕跌的感觉 甚至我刚才是试过 给一只马加快脚步 轻轻地跑一跑 都是可以的 这个马述场还会提供亲子课程 最小三岁都玩得 希望吸引港人家庭在周末来玩 这个室内马述场位于一个商场里面 这个商场在2017年开幕 在疫情期间继续扩张 除了引入马述场 还起了一流冰场 蓝球场 以及室内跳伤等等 由于这个是全深圳最大的商场 因此这个area真的很大 可以足以容纳这些 本身在其他偏小的商场里面 比较难容纳得到的 一些比较大型的店铺 由这个例子都可以见得到 深圳的商场近年来真的割出奇招 尽量想用不同的方法来吸引人流走过来 光顺他们 在我身后的这个摩天梁 就是现在深圳最新的地表 它和伦敦那一个 都是由同一个设计团队所设计 事后他再到深圳和安区 介绍这个新的滨海园区 后面就是核心发展区前海 这个滨海园区都是两年前 在疫情期间新开张 已经成为当地热门打卡地点之一 我在三年前来过 那时候就真的是一片荒谬的 但是在两年前就已经建成了一个 结合了公园、游乐场和商场的一个新地标 近期这里也开了一个有齐滩味游戏 和机动游戏的小型嘉年画 因此是可以吸引到不少人 星期六日带一家大小过来这里玩 顺便在旁边的商场那里找食物 他说这些例子都反映深圳 在过去三年有很大变化 以往深圳最多人去的地方 可能是福田、南山区一带 但是近这几年 其他一些稍为比较偏远一点的区域 也都发展起来了 比如龙华、龙江、保安区这些地方 以往是完全没有大商场的 现在也都开了很多大商场 去满足当地的居民 疫情这三年来 深圳的变化真的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的 因此香港人现在上来 真的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根据入境处数字 礼拜日通关第一日 有21,398个香港人 经落马洲之线 民感度和深圳湾出境 到了礼拜二 福田口岸的人流明显比第一日少 但是对正口岸的这间茶餐厅 早上仍然有不少刚刚过关的旅客 享受早餐 负责人说 现在七成顾客都是香港人 但是如果是比第一日来的话 第二日和第三日的生意是差很多的 早上第一日的话好像是七点钟 我们这里已经爆了 但是我们今天到八点多才开始爆生意 就爆一会儿 现在这样又没有了 但是无论如何 他觉得总算熬过了封关三年 相信生意会慢慢好起来 疫情期间 福田口岸一大租金下跌 黄小姐相信过年后旅客会明显增加 但是暂时不担心业主大幅加租 他不会立刻和我们升租 我们千年和大家都 双方都是同意的嘛 但是附近另一间茶餐厅和粥肉店 就熬不到通关 已经倒闭了 再走远一点 福田口岸附近双圈 也有多间店铺空置 大门已经锁上 连商场旁边的电梯都铺满层 以往不少香港人会去华强北 采购手机和电子零件 但是这个电子城 现在已经转型 改造化妆品批发 本来修理或者买电子零件的摊档 现在摆满了未装货品 但是部分地铺就算转了型 都难逃倒的命运 2019年疫情前 香港居民来往内地人次 每年有1.6亿 即是平均每一日 有大约43万人次 有地产代理相信 虽然已经通了关 但是使得需要一段时间 才会恢复到以往的水平 有一些港人在深圳来工作 有一些港人在周六周日 习惯性的到深圳来消费 现在深圳的一些吃 喝 玩 乐 甚至住 在很多些条件方面 还是比较占优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 开通了口岸 然后我认为这个恢复 这是时间问题 我认为可能是逐步性的恢复 应该会有一个阶段 谭亮从事商业地产19年 他说疫情对口岸一带双圈打击很大 福田租金下跌大约20%到25% 但是随着通关 福田口岸附近的铺头 近日租赢查证已经回升 整个深圳是有六个口岸 陆立口岸 福田是独占两个口岸的 所有的人员 不管双方两岸的交往 都是通过口岸来过境的 口岸越多 流量越大的片区 肯定是占一些优势 特别是在口岸周边的这些商圈 但他说 罗湖口岸未开放 附近的铺市都暂时没有撒位 估计东门商铺空置率 已经达到三成 以前的话 我们有成交过的物业 我们介绍品牌公司 或者客人介绍过成住的物业 像东门解放路 跟人民北路有一个铺位 曾经租金都能够租到60万一个月 现在的话租金就30万出头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香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头两日运作暢信 而首阶段陆路口岸 每日五万个名额 包括最多人简的年29仍然有半日 会和内地当局继续商讨安排 真正预约的人数 在这八星期里面 大约是占了我们百分之十七的 就是说两成都未够的 当然我相信就在通关之后 人数会一路上升的 所以我们会看着实际情况 亦都每日会和内地的有关单位 是大家偷通协调的 而在我们观察了多几日之后 两地的政府都会去 大家去检讨一下实际的运作 还有没有调教的地方 以及考案和人数 有没有调教的空间 事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我是列宿宜 上星期五截标的赤柱幻角度地皮楼标 政府说入标财团的出价 未达到锁定底价 项目早前一共收到四份标书 包括长实 家画和新地都是独知镜头 以顺致就火柏英军入标 地皮位柱传统豪宅地段 地盘面积超过25万平方尺 可见楼面48万平方尺 预期可以起到640个单位 属于区内20年里最大型的地皮供应 鉴于早前其得地以低价批出 市场已经将尺柱地皮的估值 大幅下调至介乎62亿至67亿 澳门旅游局推出优惠 香港居民星期五开始入境澳门过夜 送回程的船票或者巴士票 由转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澳门近日人流明显恢复 参与的包括太子上车的港澳快线 噴射飞航和金光飞航 将会陆续有更多的营办商加入 旅客要在澳门至少过一晚夜 市民有不同意见 住宿都很贵 你减了我的车费和船费 都要花三四千元 如果你就这样 搭那些发财车又没有什么地方行 你如果想好玩 你要租车车 那里又不见一千 玩一下玩一下就玩到四五千 过去泰国也差不多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是要安排到酒店 过去都可以的 因为其实澳门都是一些消费的地方 希望可以过去吃玩 安排到一晚住 其实都不是问题 澳门政府希望优惠措施 可以提振旅游经济 农历新年前又会透过电子平台 向香港旅客提供折扣优惠和大抽奖 澳门政府将会在新春期间 举办贺水活动 包括年初一的金龙巡游 初三和初七的花车会演和烟花表演等 政府预计在一连串的庆祝活动之下 旅客数字将会持续信仰 无线电视最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香港某法局主办的国际美酒展 一年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 并恢复场内试酒 各个摊位吸引不少人来试酒 今届美酒展是2008年举办以来 第一次在一月举行 以细味佳阳浸着商机为主题 吸引郭伯坚来自阿根廷 日本、法国等地的参展商 并只是开放给业内人士参与 在疫情后第一次恢复试酒的环节 大会亦为买家和展商 安排多场商贸配对会议 协助业界托展商机 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出席明珠台节目《清深直说》时 说随着疫情受控 会恢复青年到大湾区交流 和实习的计划 之前的疫情 我们在疫情中 都在疫情中 在GBA 当我们继续 通过通常的交流 与我们的交流 在沙特上 所有的交流 和议员都可以继续 我希望 年轻人 有机会 在街上 在沙特上 能感受到 在工作的環境上可以更加理解文化和工作環境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台 让他们去探索、去解释、去知更多 麦美娟又说 政府在青年发展蓝图提出的青年旅馆计划 最左希望为年轻人提供住宿 也希望他们学会重要的生活和社交技能 国安部前党委委员刘彦平受贵案一审判死缘 案件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案情说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前组长刘彦平 2001年开始利用职务便利 非法收售召合超过2亿3千万人民币的财物 法院说刘彦平受贵的数额特别巨大 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鉴于他如实公述、认罪贵罪 据法定从兴处罚的条件 一审案受贵罪判处死刑 换期两年执行后 减为无期徒刑 同时剥夺政治权利中心 并且没收过人全部财产 今天是中国人民警察节 踏入第三届 广州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 上午大约8点 在广州市公安局大院 举行庆祝2023年 中国人民警察节升警期仪式 2、1、节目 同一日 广州警察历史展也正式对外开放 对于纪念公安先列 弘扬高荣传统 厚执历史底蕴 更续红色基因 展示警察形象 和谐警民关系 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展览选址有八年历史的 袁广州市公安局构指 展场面积大约400平方米 共展出图片近300张 实物80几件 这部是90年代的110接线台 文警在收到报警求助之后 就可以指挥相关单位出动 还展示过去打击港澳跨境犯罪的行动 这个过程中我们挖掘了很多我们广州公安的前身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一些 在广州的一些人和事 使得我们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更加自信 我最难得的我觉得是一些门牌 民国时期的门牌 和我们早期反突连影的海报 因为这些过去了几十年通过我们几次的门牌改革 这些每个朝代每个时期的那些已经是消失了的了 在通过民间能够找回来 我觉得很难得 自2021年起 每年的1月10号都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全国的各省市公安机关都会举办这个致日的系列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周永恩在广州报道 搭在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俄罗斯护卫兰 在挪威海完成对空防御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演习片段 表示护卫兰·郭尔什科夫海军上帐号 在挪威海复杂的水文气象条件下完成演习 无意打击敌方空闸 演习期间海浪达到3至4级 风速每秒达到20米 沃尔什科夫海军上帐号配备最新的 高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最高达到音速9倍 射程达到1000公里 能够摧毁水录目标 中博驻日试馆公布 即是暂停审发日本公民附华普通签证 中国亦都暂停向南韩人发签证 反制南韩歧视入境中国旅客 行政会议通过最低工资加到时薪40元 大家好,我是麦斯文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布 即是在市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附华普通签证 说何时背部请后通知 日本共同社早前已经报道 当地多间旅行社接获通知 中国暂停向日本旅客发出新签证 由东京旅行社透露 几乎所有类型签证都无法申请 在官方服务中新网页上 预约申请签证的功能也无法使用 日本日前收紧来自中国内地 和澳门旅客的入境检疫措施 要求提供上机前72小时内 检测阴性证明 底部之后也要接受核酸检测 还放大持呼吁有关国家 科学制定防疫措施 警告会采取对等的措施回应 中国对南韩作出反制 暂停签罚南韩公民到中国短期签证 将视乎南韩取消对华歧视性入境限制 才考虑调整 南韩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中方就重申 相关国家要从事实出发 中方早前多次表示 会对向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的国家 实施对等措施 中方正式宣布 对月初开始暂停对中国大陆旅客 批出短期签证的南韩 有同样的安排 中国转南韩大使馆说 根据国内指示 市令馆暂停签罚南韩公民以访问 商务、旅游、就医、过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务为理由 申请到中国的短期签证 并且表明会侍奉南韩对话 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的取消情况 才再作调整 南韩是中国第一个采取停办短期签证措施的国家 外长秦刚早一日和南韩外长迫振通电话的时候 曾经表示关注南韩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限制措施 外加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反对少数国家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入境限制 我们再次呼吁相关国家从事实出发 科学适度制定防疫措施 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 不应有歧视性做法 不应影响国家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南韩外交部就说对中方做法表示违陷 强调是监于外防输入形势日出严峻 又说南韩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措施有科学、客观依据 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立场 根据预订机票的数据 元旦至今中国是南韩人民最热门的外游地方 南韩在内地民众的受欢迎程度就只是排第三 南韩说因应中国疫情 今个月2号开始暂停对中国大陆旅客发短期签证 并且要求中国旅客入境前后接受检测 内地网民近日就投诉 在南韩下机之后 就被当局要求挂上黄色牌去做核酸检测 形容好似压界罪犯 引来热烈讨论 无线电视记者引吉尔报导 南韩突然收紧港澳航班入境 即是只能够去首尔仁川机场降落 运输购物流局长林世雄 要求南韩尽快撤销限制 有旅行社就估计 农历尼假期有大约1000个旅客受影响 继检测证明之后 南韩在不够一个礼拜里面 再增加港澳人士的入境限制 直至下个月底 所有港澳出发的航班 只能够在首尔仁川机场降落 韩国观光公社说 由港澳京人川入境南韩之后 也都禁止转承测诺机 去到其他的城市 直至下个月28号 釜山、济州都是港人的旅游热门地点 香港快运员定在22号 恢復飞往这两个目的地 航空公司的网易片线 相关的航班暂时没有提供 有旅行社负责人估计 在农历新年档期 有大约1000个旅客受到影响 或者要更改甚至取消行程 首尔其实都挺满的 但比起以前 疫情前就少了很多供应 釜山都可能可以用巴士 或者用KTX的火车 可以去做某部分的釜山行程 但济州就不行了 因为21年转机都不让香港人去利用 那没理由会坐船的济州 他又担心会有更多的国家 实施类似的措施 其实这两周都不断地 不同国家都有类似的措施 无论是入境的疫苗 无论是入境的收紧 航点的收紧 连回之前封关 连三点都可以做 大家现在都很敏感 或者已经很Alert 这些事可能随时都会出现 变成旅客也好 同事也门也好 航空公司的同事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作战 或者警备的状态 他希望跟上次日本航班限制一样 经本港当局提出反对和协商之后 可以放宽 无线电视的质量 继续深不道 行政会议通过最低工资加到时薪40元 是四年以来再次调高 但有餐饮业雇主说 以最低工资根本请不到人 担心人手不足 应付不到旅客增加和假日需求 实施近12年的最低工资 由最初时薪28元 每两年检讨一次逐步调高 上次2021年冻结在37.5水平 行会最新通过加到40元 即是加了两个半 加幅6.7% 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 如果获得通过将会在5月1号劳动至实施 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黄佩思 联同处理政府经济顾问举行简介会 委员会形容加幅已经跑赢四年的通胀 预计新水平生效之后 有47,000至87,000个打工仔有人工家 最初实施最低工资的时候 大约18万人领取最低时薪 到去年减少到大约14,000人 有饮食业界说用最低工资已经很难请人 普遍最低时薪已经去到60元 有很多新人都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始终都是工时比较长 假期就不是很正常 旧人开始老了 年纪大又退休 新人又不肯入行 整个人之前的循环年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很多同事都已经申请高价 甚至习职回去国内探亲探病 可能在農曆新年期间都有某部分分店 因为不够人开不了 有经济学者认为加最低工资对通胀影响不大 现在拿最低工资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 当然都会有一些年以效应 但是都是说比较少人 还有加的幅度都不会特别多 以往加最低工资的时候 最低工资由实施以来一直都是两年一减 被问到会不会回应外界的诉求变成一年一减 最低工资委员会说要拭目以待 但是暂时不是适合的时候公布 无线电视机者利用昆布道 行政会议批准兴建东冲线延线 正切东冲东和东冲西站 预计2029年进攻 港帖华欢迎决定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东冲线负荷 现时部分路段和机场快线共用路轨 限制加班次 早在2013年已经提出兴建的东冲线延线 终于获行政会议批准 预计在今年内动工 2029年起好 造价大约187亿 分东西两段 东段是将东冲站和印路站之间 大约1.2公里的路轨改道 在东冲东扩展区兴建东冲东站 大堂会是高格形式 西段就用隧道 由东冲站向西延伸大约1.3公里 在日东商场对开的地底 兴建东冲西站 成为东冲线的新中店站 日东村入货超过20年 有居民秀华等了很多年 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所以巴士方面都方便 但现在人口太多了 迫方面我想没有现在搭巴士那么迫 现在搭巴士真的很多人 方便一点 交通方便一点 经济又好一点 帮大嶼山的大都会发展 入立法会议员建议 东西两站分阶段开通 东站其实是相对简单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是沿路 它在旁边就建多一个站 所以在工程上我觉得是可以提早落城 去方便的 而西站那边 事实上他们都要到村山 各方面的工序 我也理解是有点复杂的 所以那个可能就会长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开到哪里 就做哪里 就不需要等两个站同期开 他又担心东冲线 能不能够负荷新增的客量 需要将东冲线和机场快线分开六位 东冲线和机场快线 其实是用共同路轨的 所以其实他们可能加车那方面 是面对一定的压力 青马大桥的枕颈位 怎么去解决呢 我相信都是要处理的 政府划红木落城之后 由东冲西或者东站一带 潜往尖沙咀或者中环 相比路面交通 可以分别快大约12和21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 奈琪申不得 瑞瀉陈 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本国新增新冠病毒个案 煤落到1万宗以下 有9379宗 是去年11月30日以来的新低 本地个案占9152宗 输入个案就有227宗 又有17间安老同残疾院 射情报阳性个案 一共有19个院友 同一个员工染疫 774间学校 情报1749宗个案 再多75个患者离世 第五波至今 一共12268人死 网上有片段流传 有人用看着 好像用作新冠病毒快测的棉花棒 在港铁车厂扶手涂抹 李大华有关人士 是大学科研团队的成员 当时正在採仿做研究 片段显示 一个女人手持棉花棒 先放入一支 类似新冠快测的胶盘里面 再拿出在部分扶手上涂抹 网上有人质疑 构成传播病毒风险 李大华有关人士 是土木及环境工程 学系方言团队成员 当时做法是研究 细菌系空气 和接触表面的传播途径 李大华团队在採仰之前 未有通知港铁 对事件造成不变 和引起公众疑泪自怯 并已经即时停止 相关採仰工作 也会避免同类事件发生 两个男人跳上一列轻铁车顶 坐了几个车站 港铁已经报警 警方晚上说 逮捕了三位男人 有工程师批评行为危险 除了自身可能触电致死 也会危害其他乘客 有工程师说 轻铁车顶的集电工 将电力从架空电缆传到列车 电压达750伏特 是家用电压的三倍 走上车顶有机会令自己 甚至车内的乘客触电 因为你站在轻铁顶 车顶上 你就接了地 不需要碰到比较近的距离 就已经有机会跳火 电压会凌空跳过去 也会触电 触电那一刻 就会令到车壳有高压 车厂里面的乘客 如果我握着一条扶手 都有机会因为他的举动 不是触电的 个案比较少 所以你拘捕又少 掩控又少 结果大家就以为这种活动 就好像你时轻 就没有了阻吓力 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 去举办这些合规格的 一些飞跃度的运动 去年8月中 一个17岁的男人和朋友 在尖沙着一栋大厦的天台 玩极限运动飞跃度的时候 以后怀疑失足 由高处堕下 当场死亡 母线紫记者 流转六部 香港邮政即日推出 兔年赫税生肖邮票 和相关邮品 是生肖系列第四载的最后一套 一套四枚 有不同花纹的一套 造型传统工艺品的邮票 还有邮票小型章 颜色丰富 许许如生 香港邮政先后发行 四载赫税生肖邮票 这一套已经是第四载的最后一套 如意垂吐纳福 庆可伸碎 祝愿市民来年福吐刑场 不少人去到尖沙咀游局排队购买 排头位的黄先生一次过买了十套 OK了 不是太差 立体一点 不过它是今年出多了 真的很多东西 太多了 是啊 买齐要成千元 买了差不多两千元 颜色很鲜艳 很漂亮 很精致 很精致 精致得那些银就显得出来了 因为那些细致的 很漂亮 很明显 然后卖少了 限时卖很多 每次卖几千元 然后没有赚多少钱 也有市民准备了铁盒 收藏好战利品 我有时用一张胶托 这样表起去送给人 就是你这样送给人 比生日买其他东西 当生日礼物 当一行卡送给人 年年都买开 不过今年就少一点 因为熟吐的朋友就少一点 有市民买新邮票之后 即日贴牌手入封 同时发售的邮品 还包括一套四张 陷有整个系列的 十二生肖邮票小型张等等 香港邮政为了配合 套年河税邮票 特别设计了 这四款专门的邮戳 上是首日封级邮戳的市民 可以去到各间邮政局 即场级邮戳 无线电视记者 梁卫尔报道 富士康設于河南郑州的厂区 去年一度爆发疫情 大批员工离职 央视报道说 厂房产能近日 已经回复到季节性高峰 内地调整防疫措施 进一步促进各行业 复工复产 在河南省郑州市 占地大约560万平方米 属于富士康 在全球最大的厂房 央视报道说 厂房的厂能 已经回复至季节性高峰 手机的产量 达到每日50万部 上官负责人说 现时全厂有20几万名员工 又否认富士康因为疫情限制 将会撤出中国的说法 华会继续在内地投资 各行业恢复正常运作 也都带动市场对人手的需求 河南省政府近日就引入了 三间国有人力资源公司 帮助省内的重点企业招募人手 又推动企业间共享人力资源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